众多的这样的一个经济不好的一个情况下 可以看到中国电池的比较强的一个企业宁德时代 第三季度的净利润增长就是超过了一倍 现在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本田要入股宁德时代了 背后是不是折射出了 可能未来中美会在能源较量方面拉大吗 美国对中国这新一波的这个晶片出口的制裁 确实是空前力度啦 所以现在市场上当然就会传出中国可能会以稀土来做反制 那基本上就是对那个贵金属的部分来做反制 中国早就可以这样干了 可是他一直没有这样做 因为半导体的出口管制也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 是这一次特别严格嘛 对人工智能整个疯了嘛 那中方是不是要秀出你自己的肌肉 那在过去都没有做过啊 那是不是说他有一些特殊的考虑这我们不知道 那如果做了坦白讲我也不意外 硬碰硬嘛那大家再来谈嘛 谈判本来就是这样嘛 我打你那你都没有筹码 那我就步步进逼嘛 那美国可能就觉得你没有对策啊 我就继续打 那你如果拿出一个你的反击措施 那双方硬碰硬各有商 那再坐下来谈嘛 这个确实是中国的筹码啊 那至于你刚刚讲到本田入古林的时代 我觉得他是汽车产业 他知道新人员汽车日本是落后了啦 所以他急着要取得锂电池的布局嘛 那本田汽车据我了解在中国大陆卖的不好啊 我讲的是传统汽车啊 所以他大概想要来布局这个电动汽车吧 那这个部分当然就需要布局锂电池啦 那据我了解中国目前也要布局轻人汽车啦 所以我坦白说我认为啊 中国跟日本还有中国跟德国 未来其实合作的空间蛮大的啦 我认为德国跟日本为了经济自救 他要转向跟中国合作啦 因为日本现在经济真的非常不好 德国主要是因为电价暴涨 所以使得他一些高耗人的产业 不得不外移嘛 那汽车产业就是高耗电 那个萧芝不是在11月3号要来访问北京嘛 他就会带企业代表团过来嘛 大概习近平跟岸田文雄 可能在G2011月15有个高峰会吧 双方的经贸合作也会开始启动啦 所以明年啊 你也不要看这个经贸 都只看到中美在斗争啦 事实上中国的大外交 我认为首先就会是以日本韩国 还有欧洲来启动 那还有金砖国家的扩容 因为沙特想要参加嘛 还有印尼耶 所以三位我才跟你讲说 中国外交部肯定在未来几年 会非常非常忙啦 因为这个就是进入了大外交时代 那我们下期质的访问 如果我们下期质的带旁边 我们下期质的带旁边 香港人不轻易热 那么就GL 它就不充满